哈喽老天们,今天咱们主要的任务 先拆掉这个楼房 再让东家请的先生过来 看好新建房屋的方向 然后我再给他挖墙角 内容大概就是这么多内容 其中就是拆这个楼房最难 运气好的是我挖机站位的这里 空间还比较大 另外一边有一个小房子 东家说他建新房没有地方住 所以旁边那间小房子叫我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给他一起拆掉了 说到这里,东家顺便问了我拆房子的价格 我回答他,拆房子可能也就两个小时 如果算时间,那肯定不行 毕竟这么高的房子拆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 万一不小心砸到挖机或者是砸到人 对我自己的损失都会特别大 所以我按照行情当时的报价 就是拆房子两千 当整个楼房拆完之后 就开始算时间干活 东家听了之后,想了想回答我 要不然这样,你退保砸不到我旁边的小房子 然后再少两百 意思就是说,一千八拆这个老房子 其他的活按小时算 于是我就想了想,这样也行 咱们就愉快地签了合同 按照东家规定的时间 我就过来开始给他干活 由于东家要求不拆的小房子在那一边 我现在的思路,先拆掉这边一多半的房子 挨着小房子的那一间房先留好不动 等这边一多半的房子拆完之后 再把拆掉的这些砖渣挖掉一部分 搭建出一个非常高的平台 然后就把挖机开上这个平台 老铁门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挖机站在平台上 不仅视线高了很多 可控范围也同样增大了很多 那么现在这边的这一间房子 我的操作思路也稍微调整了一些 首先把挖斗伸进日子板的下面 轻轻的把它紧起来 再轻轻的把它放下去 顺翻的这样,一块一块的拆 注意老铁门,左边有小房子 所以一定要轻轻的拆 这个时候东家不怎么放心跑了过来 反复的又跟我交代了一遍 说小伙子啊,左边的小房子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给我砸坏呀 还说如果小房子砸坏了 我必须给它修 要不然,老铁门你们都懂 我以为东家就这么一点事 没想到它临时又多出了一个条件 就是上面的日子板它非常需要 叫我尽量给它保留几块完整的出来 其实为了不砸坏左边的这个小房子 我已经压力很大了 它还过来不停的提醒我 给我施加压力 我真是太难了 但是为了给东家把活干好 它有什么要求 我还是尽量的满足它 于是我邻居一动 就把二楼上的这些板 以这种方式一块一块的给它紧松 再把它用斗背慢慢的抬起来 再反慢的转动放大臂 轻轻轻的把这些日子板放在地上 时速地拆掉两三块 就用挖斗把挨着小房子这边的墙 轻轻的 一点一点一点的往右边爬 让这些墙慢慢的往右边倒 就不会打败左边的小房子 老铁们仔细看 其实现在这样 日子板两边的支撑墙 已经算是遥遥日坠 所以拆这个日子板非常的关键 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我还是通过自己的头脑 以我认为最成熟 最安全的方法去拆 我感觉方法固然非常重要 但是今天拆这个楼房 润气也占一部分 最开始拆一半的时候 大概只用了二十分钟 现在这最后一半 非常有耐心的 竟然花了我一个多小时 终于最后这一点点拆完就OK了 你们看这两只老母鸡 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干啥 吓得直哆嗦 还躲进了82年的脑橱柜里面 OK老铁们 咱们简单一点 思路清晰 把干净一点的砖渣 就堆在小房子这一边 然后这边有一些穿梁 地梁之类的 我见里边的钢筋还比较抽 干脆多了一点耐心 给东家船部锤了一遍 好歹也能换几瓶水钱 对不对 接着来到这一边 东家要求我给他日流的几块板 给我指定了一个地方堆放 然后我一边堆放 又发现了新问题 东家新建房子面积比较大 而现在拆掉的这个楼房 扎土又特别多 如东家商量了一番之后 一致决定把细的扎土就留在场地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子板 就喊一个扎土车过来给他拉走 我以为跟东家说好了 他就会联系扎土车 结果当他需要的日子板我都给他堆好之后 问他他竟然跟我说没有喊车 老铁们你们说日闷不日闷 大概又等了半个小时 扎土车总算是过来了 司机跑过来还以为装这些砖扎 尾门也没有打开 然后我又提醒他 说要装的是这些大块头的乱七八糟的日子板 你要是不把尾门打开 到时候可能空都空不掉 你们看我这一天天的干点活 真是超碎了心 还好马路边上东家有自己堆放的地方 这些日子板一拉下来就可以空掉 如果今天东家没有地方堆放 那还真变成一个大问题了 这些日子板乱七八糟的谁废药 就算是谁拉肥家了 他根本也搬不动啊 该说不说我还是觉得 东家建这个房子还是比较顺利 早上我来之前下了一阵雨 当我施工的时候雨就停了 真叫一个风调雨顺 你们看我拆这个楼房 旁边的那个小房子 竟然毫发无省 速度快 知识帅 不知不觉 我以为需要十车才能拉完的日子板 既然五车就拉完了 也不知道东家跟这个车子怎么结账 现在又变成我一个人的表演 把这些细细的专渣 继续往小房子那边转 尽量的把这些专渣高一点堆 尽量的少占用一点地方 搞完这些 此时此刻 我正准备停机熄火 突然又想起来一件事情 东家之前的这个楼房 下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地梁 于是我就用挖斗试探了一下 果然被我猜中了 既然打了地梁 那这些地梁必须先给它挖掉 要不然到时候重新挖墙角 这些地梁就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还可能会导致墙角挖不动 一顿操作猛入府 地梁被我全部挖掉 再把房屋地基简单的搞一搞平 基本上我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 来给老铁们看一下 非常坠有年代感 而且现在非常少见的木字瓢瓜 这个时候给新建房子 看方向的先生也过来了 还带上了他使用多年的指南针 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 指南针会不会失灵 接着又偷出了一本 地理五绝 反正这个东西我也不懂 我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 看好了房屋方向 老先生又拿了一支机 反正我还是看不懂 在那里比划了半天之后 丢好石飞线 叫我就可以挖了 老铁们 今天这个墙角 最深的地方也就这么一条 其他的地方也就30公分左右的深度 我本来准备挖了墙角 再给东家把槽里面的松土抹干净 东家见我这一波操作 立马跑过来跟我说 只要我给他把钩挖好就行 置入墙角里面的松土 叫我不用管他 后来我才知道 东家的软里 到时候他每一个墙角扯一条直线 然后照着直线 墙角有多宽 他就请你干净多宽 其他的地方反正要肥甜 根本就不用抹干净 OK老铁们 每天小赚几百 生活多姿又多彩 搞完收工 感谢老铁们的点赞加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